大家好,这一盘棋是1933年,由日本朝日新闻举办的比赛当中的一盘棋,对对的双方是木古石和关山立一。 因为这盘棋的白棋开局走出了两个罕见的武武,从而被认为是新布局流行时期的代表作之一。 在这盘棋当中,木古石展示了他高超的而且是不可思议的智固能力,从而称为历史的名剧。 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关山立一,直黑先行。 白棋,木古石。 木古石开局,两个五五,这就形成了历史的五五开局。 黑棋先单挂手脚,白棋高挂,黑棋一间低价,白棋小间。 然后呢,白棋,非压黑棋。 这是传统定时的下法。 那么现在的AI非常强调这一代的加工。 那么在加工之前,白棋要先靠。 为硬手,黑棋如果下班,白棋将会反班,为这个加创造条件。 黑棋如果往上长,白棋将会直接加工黑棋。 实际上白棋,非压黑棋脱脚,面对这个脱脚,白棋不能考虑这个班。 黑棋断,虽然白棋能够从这个地方冲断,白棋还要虎。 那么白棋长的时候,黑棋就单振了。 形成这个结果,黑棋这个脚非常完整。 看上去,白棋的外势非常厚。 但是,在这个地方,黑棋将来有往外冲的一些味道,白棋并不满意。 于是,白棋不能搬,白棋底。 白棋搬下去,黑棋本手,二路一利。 那么实战,黑棋为了强调这个断点,连搬白棋。 白棋先断。 白棋打持。 因为在这个地方,存在一个断点。 黑棋先冲断白棋。 这是白棋,在这个地方,不敢出动这个子。 存在一个断点。 白棋先不断。 这是白棋,粘住可能更厚实一些。 那么白棋不断以后,黑棋吃住这个白棋。 白棋压住。 白棋再扳。 白棋在压的时候,黑棋扳住白棋。 双方都在抢中央的要点。 白棋不断。 黑棋长了一个。 这就形成了双方互相违控的一个格局。 那么这个局面下,黑棋也有一种把局面打散的下法。 就是在这一带分头。 这边有拆儿,这边有拆儿,黑棋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安全。 实战。 黑棋中央一长。 那么白棋拆边。 黑棋拆边。 白棋来收脚。 下一步,黑棋在下方分头。 木骨石为了扩张右边这个模样。 尖冲黑棋。 黑棋往上贴的时候,白棋还要扳。 黑棋这个拐非常大。 这时候白棋可以考虑先打。 黑棋如果打吃,白棋粘住。 黑棋大致要补这个断领。 白棋能够走到这个班。 白棋也没有什么不满。 现在白棋往上敞。 黑棋占据了这个拐。 黑棋稍微好一点。 白棋退。 黑棋继续贴。 然后黑棋再挂脚。 抢占白棋脚上的根据地。 木骨石并没有马上来处理。 从这个夹缝当中飞了一个来潜向。 关山利益靠了一个。 问硬手。 白棋搬住。 黑棋消费。 要威胁这个白棋。 但是这一招棋是关山利益的问题手。 这个白棋并不好吃。 这里有费,这里有点。 一旦吃不住这个白棋, 这一招棋的效率就比较低。 此时黑棋从这个地方再爬一个是全局的要点。 实际上,黑棋小飞在这儿。 那么白棋得到一个机会, 占据了拐这个要点。 黑棋小肩。 彻底的让白棋失去根据。 白棋二入跳,又是好点。 有了这一招棋, 黑棋下方这个空当中还有很多的问题。 将来白棋有靠, 有点的一些味道。 此时关山利益也没有心情在这一代补齐。 越补越重复。 于是关山利益扭断了白棋。 要破坏白棋右边模样。 白棋为了不让黑棋在下方作业, 走了这个阿努力。 黑棋打赤。 黑棋在一口, 虎的目的, 下一步, 脚上产生一个靠。 木骨师走得非常稳, 没有在这一带直接进攻。 一闭, 先把这个脚走扎实, 不给黑棋转身的机会。 那么黑棋就往上踢了。 白棋不能长, 黑棋这里有一个斑, 将会吃住白棋。 于是白棋先打赤。 黑棋斑了下去。 黑棋要通过这个打结, 争取封锁三个白棋。 白棋先踢结。 那么黑棋找劫财, 从这个地方飞了一个。 一边找劫财, 一边加厚, 左边这个模样。 但是这招棋还是不够积极。 此时黑棋, 这个拐是非常好的一个劫财。 如果白棋消劫, 黑棋再打赤。 然后呢黑棋这个地方可以搬进去。 甚至黑棋这个顶都是好棋。 白棋不太好封锁, 这个地方还有冲断。 甚至黑棋走着这个小飞。 那么下一招棋, 木古时就走出了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招棋。 白棋居然是粘住来消解。 这在当时非常的不可思议。 从现在的AA的眼光来看, 这一招棋是问题数, 降低了50个剩余点。 此时白棋应该是通过这种靠, 这种点先破坏黑棋, 下放模样。 那么实战, 木古时站安住来消解有他的道理。 第一, 他对自己的之孤能力非常自信。 第二, 木古时要先确定右边时空, 向观山立一释放一个信号, 就是要先捞后洗。 木古时站入以后, 观山立一丝毫的不甘示弱。 小飞, 彻底的把下方来走后。 下一步, 木古时, 就在左边黑棋这个不谋之地当中, 开始的他精彩的之孤。 木古时先三路点, 二路斑, 然后再火, 黑棋一定是要加工白棋。 局部白棋活不了, 木古时再点脚, 二路一点。 黑棋打, 白棋脱脚。 黑棋扳的时候, 白棋还要扭断黑棋。 白棋在这个脚上, 也是积极地寻求活棋的头绪。 黑棋先打赤, 黑棋往外长, 黑棋再打, 黑棋再吃住这个白棋。 走得非常厚, 如果黑棋在下边想走得积极一点, 黑棋可以靠在这儿。 如果白棋退回去, 黑棋二路爬, 三个白棋活不了。 实战, 黑棋打吃这个白棋。 那么黑棋打吃以后, 局部这个脚白棋还是活不了起。 于是白棋先靠, 在这个地方给黑棋制造一点味道。 黑棋扳住。 黑棋此时不敢端在这儿。 将来白棋一长, 这里有端, 这里有端, 这个地方还是存在一个断点。 黑棋这个模样当中, 味道非常坏。 于是黑棋下方打吃。 然后呢不断地看上去, 黑棋非常厚实。 白棋暂时没有棋, 于是木古石又从上方来骚扰黑棋。 黑棋挡住。 白棋拆一, 黑棋呢小剑加工。 白棋先二路搬。 然后呢白棋再一虎。 上方四个白棋出现弹性。 下一步, 黑棋对上方四个白棋最严厉的进攻, 是这个点。 但是呢, 关山立一认为, 白棋一手棋, 并不能活干净。 于是脱线, 先挡住白棋。 避免白棋这一带冲击黑棋这个模样。 那么黑棋挡住白棋以后, 下一步, 白棋先靠压。 争取两块白棋的联络。 黑棋先退。 白棋断。 这个段是此时非常好的一个时机, 让黑棋不太好选择。 普通黑棋要打尺。 但是呢, 白棋这个贴就变成了先手, 对这一带白棋眼味有帮助。 于是, 黑棋从上方拐打白棋。 虽然避免了白棋这个先手, 但是呢, 白棋将来在这个地方, 还有反打黑棋的手。 下一步, 白棋再加。 黑棋一路易。 这个地方黑棋不敢打尺, 白棋马上开机。 黑棋力道以后, 白棋靠。 要在这一带靠出眼位, 而且呢, 白棋靠住黑棋以后, 还产生一个斑。 黑棋要补齐, 白棋再一次。 一是威胁这个断点, 第二呢, 争取把两块白棋连在一起。 那么在这一带的战斗, 我们看一看, AI的建议, 白棋跳在这儿。 这是七星要点。 如果黑棋想破眼, 要走这个刺, 白棋先冲一个, 黑棋顶住。 下一步, 白棋这个顶, 是局部的妙手。 如果黑棋连回去, 白棋这个挡是瞎手。 有了这个档, 紧接着白棋产生这个断, 黑棋还要补齐, 然后呢, 白棋再一连接, 两块白棋全部连络。 对待这个靠, 黑棋局部最强手, 是要, 充断白棋。 那么白棋还是先贴, 黑棋要补这个断领, 白棋再一虎。 那么黑棋坚决是要断掉白棋, 这是白棋打吃事先说。 白棋再打吃, 白棋在一底, 局部出现眼泪。 如果黑棋强行破眼, 白棋冲断。 黑棋打吃的时候, 白棋在这个地方开截。 只要在左边, 形成一个打结活, 白棋就算成功。 毕竟, 上方白棋有很多的结果。 那么施战, 木古时没有走出 A的推荐, 白棋先刺了。 黑棋小坚是好奇, 刺激还是要分断白棋。 白棋一压, 黑棋顶住, 白棋再一跳, 扩大眼位。 但是这一招期, 木古时都要一个刺序。 此时白棋, 应该是先斑。 黑棋大致是要补断的。 如果不补, 强行破眼的话, 白棋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斑。 黑棋不敢断, 白棋马上断掉黑棋。 身材白棋跳了一个, 黑棋先冲。 白棋这个顶是好奇, 也是眼味的要点。 那么下一步, 关山立一, 关山立一搬住了白棋。 这一招期, 关山立一走得非常狠, 要强杀右边白棋。 但是, 这一招期, 是关山立一的问题手。 此时黑棋, 最稳健的下方, 是这个小棋。 先吃住双方白棋, 这种黑棋全安排的失控, 并不落后。 吃蛋, 黑棋搬入白棋, 白棋反反。 黑棋通过打吃来破眼, 白棋反打, 黑棋踢掉。 白棋先拐, 黑棋断掉白棋。 白棋一团, 先作业。 黑棋挤, 下一步要破眼。 那么白棋, 走入这个反打。 这一招期, 木股师也够狠。 现在左边白棋, 有一个简明的活棋方式, 是这个一路打。 黑棋不管退, 还是提白棋, 轻松作业。 但是呢, 木股师对这个活棋方式, 并不满意。 毕竟, 这一段时空啊, 非常大。 于是, 木股师非常凶狠的, 选择了这个打吃。 黑棋要踢掉, 白棋一路打吃。 那么黑棋再来破眼。 局部白棋还不活, 要通过这个打结来活棋。 白棋踢结。 那么现在这个局面下, 考虑到, 白棋这种打, 都是先手。 上方白棋活棋的每一招棋, 都是劫财。 黑棋劫财不够。 于是, 观山令一, 先小劫。 先吃住上方白棋, 白棋反打。 黑棋踢结。 白棋这个段是劫财。 白棋踢结。 那么黑棋小尖, 在这个地方来找劫财。 木股师来消解。 左边的战斗, 白棋不单活棋, 还破掉了黑棋下方失控。 白棋置无成功。 那么黑棋先并了一个。 白棋挡不住。 黑棋一拐。 白棋再打。 黑棋冲断中央四个白棋。 双方各有收获。 但是, 这个收获并不平等。 白棋活棋以后, 白棋就占据着局面的优势。 下一步, 白棋从这地方压了一个。 黑棋一虎。 白棋往回拐。 黑棋搬入白棋。 在这个地方, 下方黑棋的失控, 遭到了白棋搜刮。 白棋获得一个先手, 又占据了右上角这个大关子。 黑棋先搬了一个, 白棋反搬。 黑棋没有往上补, 一路搬。 白棋先虎。 双方在下方先定型。 黑棋再补角。 白棋先站住这个字。 考虎到这里有断, 这里有打尺, 这里还有冲断。 所以说呢, 黑棋补棋。 黑棋先挤。 白棋粘住。 黑棋补雷手。 看上去, 双方进入了关子。 但是呢, 此时的木古石, 依然是不依不饶。 在木古石的眼里, 上方四个白棋还有活力。 木古石先二路拓。 黑棋搬的时候, 白棋还要加一个。 考虑到, 这个地方有腕, 白棋这个挡还是先手。 黑棋还要不齐。 黑棋粘先分断白棋。 白棋揍了这个腕。 现在黑棋局面不利, 时空不够。 此时的黑棋, 已经没有心情二路挡。 因为白棋粘住以后, 黑棋还要后输不齐。 在这个地方, 黑棋硬着头皮, 也要断掉白棋。 白棋粒。 黑棋冲。 白棋再一断。 这是好奇。 黑棋, 打吃的时候, 白棋先反打, 黑棋踢掉。 白棋一路打吃, 黑棋再踢, 白棋再一退。 在这个角上, 木骨石利用这些残子, 又巧妙地制造一个打击。 黑棋并没有马上踢, 先抢一个大关子。 白棋粘住, 黑棋先立一个, 白棋一打。 下一步, 黑棋需要收气, 提到这个字。 白棋踢掉。 黑棋踢肩。 在这个角上, 又形成一个大截。 这个截, 白棋是无忧击。 白棋先一路打。 白棋踢肩。 黑棋一断。 白棋粘住。 黑一推肩。 下一步, 白棋一退。 白棋推到这个, 这个等还是先按手, 白棋又要活气。 而且呢, 推到这里以后, 上方白棋劫财又产生了很多。 于是, 当木骨石二路退的时候, 关山立一一看, 大势已去。 于是就中盘, 投点数。